泡過水的豆皮切成條 和芹菜辣椒入鍋拌炒 無醋帶出一抹酸香 紅綠黃三色齊聚 豆皮薄透軟中帶Q 豆香餘韻 酥脆芹菜增添口感 完美搭配 令筷子停不下來 這未經油炸的新式斧竹 常常外形加上簡單包裝 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大蒜麵包 彷彿自帶閃光 引人注目 美學是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考量 因為放果麵包是長的 腐竹做出來 他們要炸之前也是長的 只是說我有我的規格 我希望那個美學的概念到多少 所以我們就請林大哥 幫我們做多長 另類構想讓腐竹變身人氣商品 刺同農會總幹事張玉軒 創意行銷豆製品 照上的當然也是在地廠商 參觀眾多豆皮製造廠 其中這位打扮簡樸的林申天 以品質好技術家脫穎而出 一粒粒黃沉沉的豆子彷彿墜入黑洞慢慢消失 高空機器中緩緩落下堆疊成金黃小山 不一會功夫浓稠的鵝黃薑汁 心流而下 笑瀑布斑滴滴累積 經過高溫蒸氣 濃郁豆浆維持熱度 之後分裝進鍋爐中 大豆蛋白慢慢浮出表面 在冷卻過程中凝結成膜 達到一定厚度時 師傅們拿起一根筷子 往中心底部勤勤一穿拉起來 三根桿子擔任鞋柱要腳 雙手並用的捲拉捲 節奏明快又俐落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作業 接著把細長的斧竹推上推車 一根根排列在架子上送進風乾式 過程中還得推出來翻個面 你如果固定面的話 因為它拉起來的話 它豆漿一定滴到下面 你再翻過來的話 豆漿會再回過來 把它分散之後 你要風乾才會平均 它那個剪的品質沒有很好 就是開掉 這個開掉的話 一般我們就是把它撕掉 經歷兩次翻面再風乾 最後老闆還得親自檢查 確保品質沒問題 才能進行最後的風乾程序 每個過程都考驗著師傅技巧和耐性 而這一鍋鍋的高濃度豆漿 同樣也是做豆皮的基本原料 一張張能透光的豆皮高高掛著 彷彿旗海飄揚相當壯觀 但要能拉得平整漂亮 也需要相當的技巧 老闆說我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把它撥開一旁邊撥開 小心會燙 好燙 你手要壓這樣 你不要這樣 徒手將滾燙豆皮四面剝離 輕輕拉起中間一角 快狠準的將筷子穿過去再拉起來 好像還可以吧 還差不多啦 不會差很多 最重要的是兩面平整 下方高低落差越小越好 像我的成品就是不及格點半 正當我和豆皮奮戰時 一旁婆婆媽媽們早就動了起來 將掛在上頭的豆皮一一取下 再一根根晾在木架上 緊密排列甚是好看 老闆告訴我 照期製作豆皮沒那麼簡單 鍋爐下方以豆殼當燃燒材料 常常是前面受熱多品質好 後面受熱少 成品薄容易破 現在豆殼變身鍋爐材料 讓受熱均勻也更環保 因為豆殼燒起來比較乾淨 然後它的污染比較低 它沒有什麼重金石其他的東西 那個扣位不要去扣到 親身指導新進員工 林升天原本從事機械安裝 從北到南跟著工程跑 漂泊的生活讓他無法兼顧家庭 步入中年那一刻 他決定返鄉 從頭開始 在地人多從事種菜和做豆皮 從小家裡就務農的夫妻倆 決定從豆皮下手試試看 我們要做之前 我有請我太太先去 去北家豆皮工廠去上班 上了好像兩個半夜 就是暑假那個期間 最熱的時段 他先去體驗 如果如果撞到處 我們就要做 原本計畫兩百萬搞定小工廠 沒想到一砸下去 竟然超出預算一倍 只好去標會貸款繼續投入 花了一年半時間 才抓準產量 技術和品質 同樣的設備 人家一天這十包的 房的一包一百斤 這十包五點鐘就下班 我們是做五包晚上三點才下班 擦就擦在這邊 因為你沒辦法去抓到那個藥錢 穩住豆皮品質後 林申天又發現 豆包的銷售量比豆皮穩定 於是跟門拜訪請師傅傳授 本來是要不好意思開口 但是去他家做的時候 他問我說要不要做豆包 如果要的話他要教我 一旦開始就不親眼放棄 林申天邊做邊學堅持目標 在豆皮場眾多的家鄉裡 下出一條自己的路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